大家好,我是露瑶 准备500克的面粉 一半用约140克的开水烫面 一半用约130克的凉水后面 再把它油成光滑的面团 油成一个偏软一点光滑的面团 盖上盖子洗发半个小时 再碗里放入一勺面粉 提前碾碎的熟花生 一勺点 先把它搅拌均匀 淋入一小油油 再次把它搅拌均匀 调成花生西油酥 准备一把小葱 切葱花备用 把形状的面团拿出来油搓一下 把它切分成两半 取一半把它油圆 用擀面杖把它擀成长方形大面片 在上面抹上 调好的花生西油酥 再均匀的撒上葱花 用手稍微把它压一下 面片上下半分之一处各切四刀 把它上下折叠 再反过来 继续上下折叠 最后把它捏紧实一点 防止油酥露出来 盖上保鲜膜松弛十分钟 我们取其中一块把它稍微擀一下 变饼成预热刷油 放下擀好的面饼 在表面刷上一层油锁住水分 先中火烙上三分钟 三分钟后把它翻面继续烙三分钟 全程大约十分钟左右 取出来切一块就可以食用了 一到家常切成小饼就做好了 外酥里软 满满的一股花生的香味 真的超级的香 喜欢的也试试吧 谢谢大家